大家没有看错,我正在使用ROG Ally,使用Steam OS 大家好,欢迎有Finalflow的频道 今天分享一下Crimera OS 我在ROG Ally安装了Crimera OS 测试一下,如果大家不清楚是什么 其实它就好像之前Holo OS 都是Based on Steam OS 这样去安装 安装其实挺容易的 但当中有方便的地方 但也有它的限制 还有还有多少问题 今天就分享一下 首先讲一下如何安装 我们现在回到电脑 首先准备一只USB手指 在这个网站下载Crimera OS 连续会放在下面的描述 或者你懂得串就这样打都可以 左上角这里 下载 然后这里有讲到什么需要 其实这部机器最少要有4GB RAM 然后20GB Storage 最少这些等等等等 Ella是可以的,但有些问题 Anyway,我们先下载了 我已经下载了,我不按了 然后我先去Hardware 看看 趁大家下载的时候 这里已经讲过有什么手机用到 iOK SOE A1 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问题的 Tor 2 是不可行的 TDB Control 是不可行的 譬如 iNeo 2 就有这些等等 自己看了 今天主要是Ali Ali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去Ali 看看 Speaker 有感探套的 我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用它解决方法 我都解决不了 但是我通过Bluetooth的喇叭 就行的 Suspense 跟着Resume 这个应该是Sleep Mode 之后再Resume 是有些问题的 一会儿都试给大家看 Finger Print Reader 是不可行的 Tor 2 也是不可行的 Tin Limit Control 也是不可行的 OK 再讲多些东西 Docs 这里 我们按它 接着再按 Device Specific Configuration 这里 这里有讲到明 你什么机会遇到什么问题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的 他说有问题的 讲过Wi-Fi Bluetooth Audio 或者Extra Key Stop Working 或者我都试过 Sleep 然后再开会慢 或者突然间有时会这样 那就要Restart那部机 或者Cold Boot 长按10秒之后再开就没事 应该 他说 通常Restart完都OK 另外 Audio Issues 就要开了Firmware Overwrite 我已经做了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用 他说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用Advanced Install 即是一会儿我们安装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 用Advanced Install 就已经开了这个 但是不行 或者第二个方法就是 进去这里 Edit 了 我已经做了 都是不行 没办法 TDP Control Warning 是有问题的 他说有什么 alternative 就自己可以试试了 今天这个明明详细说 下载完 完了 我们还要买这个 Blend Etcher 这个也可以自己上网 找找 如果没有 第一个就是 这个 就下载一下就行了 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好了 我下载了在Desktop 接着开这个Blend Etcher 接着 Flash From File 去回Desktop 找回这个 接着呢 接着呢 Target 就按回你的 USB 手指 接着我按这个 我已经做了 我就不再做一次了 接着 选择 有去Flash 就可以了 直至去完成 就OK的 接着我们可以安全 退出USB 这支手指 就准备好了 去安装这个Crimera OS 对了 回来 Li 这里 你需要 一个 USB Hub 起码一个是 插住 刚才安装的USB 接着 可以插到 Keyboard Mouse 再 如果你想 安装在外面的USB 就 需要再多个 我现在就 就这样安装在 SSD internal 对了 我做测试给大家看方便 其实 就不建议大家安装在 SSD 因为 我个人觉得 Windows 好用很多 实用很多 对了 好 现在开机 插好些东西 插好些东西之后 就需要 boot 入去BIOS 同时按开关键 和音量减键 一起按 入至儿 进出BIOS 我插好 那么 就将 asia 按鍵盤 我們把我剛才的手指 就是第一個 boot 就是這個 Sony 這個 我就拉它上去 接著 Advanced Mode 在這裏,我們先按 DISABLE Fast Boot Security 這裡 亦可以關閉 DISABLE Security Boot Control 完成之後,我們可以按這個鍵 可能看不到,我再給大家看 可能看不清楚,但第一個 就是安裝Crimera OS 選擇第一個 就可以了 有Internet Configuration 按一下 接著選擇自己的Wi-Fi 或者如果你的HUB有插線 可以用線 線就是WIRE 就第一個 要不然就選擇自己一個 先鑽進 OK,成功關閉了 就能不能啟動 不知為何 這樣就可以了 這裏就選擇安裝去哪裏 這裏 如果自己是 插了USB U-PAN 就選擇那個 我現在這個 就選擇Internal 因為我現在已經有安裝了 東西 那它就問我是否要補充 我可以按Yes 如果你們從來沒有安裝過 就應該問你是否要安裝 那它可能會使用所有東西 你也是選擇Yes 如果安裝 對了 對了 那到這裏 它就有選擇Standard和Advanced 記住 記住 如果你是Ali 就一定要用Advanced 因為不然 它就是剛才說 會有Audio的問題 但是我弄了這個 也不行 Anyway 按下面這個 然後按OK 繼續就可以了 因為我已經安裝了 我就不再浪費時間 按一次 基本上你們按完這個之後 按照指示 應該按多一兩樣東西 就已經可以 進入了 那是需要一點時間 給點耐性 它應該不是手機的 裝好之後 然後 Restart 這部機器 然後它就會 好像你第一次 使用SteamOS 那樣要設定 你的個人資料 或者你有帳戶 就直接 鎖個帳戶 裝好 設定好了 就有你的資料 基本上 如果有使用Steam Deck 的話 基本上 這個Gamepad mode 就跟過差不多 按左邊 下面這顆鍵 就是用了Menu 對 那 Power這裡 亦都可以去 Switch去 Desktop Mode 對 如果你想控制 那些電流量 其他設定 就按這個 Armory Crates 那個Icon 對 這裡可以調Display 電量那裡 最重要 就是可以 設定 Performance Overlay Level 接著這裡可以 設定 你的Frame Rate Limit 等等 基本上 你在這裡 裝SteamOS 裝到的Apps 應該都裝到 發現有幾個問題 我一會兒再說 那我現在 試一試這遊戲 下載遊戲是沒有問題的 我已經下載了一隻 Dead Rising 4 開來看看 飲料 饉 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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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 Framerate Limit 好像沒什麼影響 他都一直在去 70 幾 對,關鍵遊戲的速度也有點慢 對,不如我講講幾個問題 首先,試過關鍵後再開 即Sleep 後再開 是會很適合的 其實要 restart 機器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不用 Bluetooth 機器本身是沒有聲音的 我已經跟了它 Crimera OS 官網 教我如何弄聲 這兩個方法 要是advanced install 我剛才做了 另外一個就是 在 device quirks 這裡 改一改到裡面一個指令 將這個 0 改為 1 就是 overwrite enable 我兩個方法都試過 都是不 work 不知為什麼 大家如果有方法解決的 而我沒有做到的 留言告訴我 對,第三個問題 就是去回 desktop mode 現在的 Bluetooth 喇叭聲 現在的 Bluetooth 喇叭聲 來的 在這裏 設置它的 apps 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是 Play Store 設置的 apps 就是 我不行 做不到 YouTube 開不了 例如 Google 我想轉 Chrome Wordent install and more device 是不 work的 要用它這個去下載 Apps 就可以了 對了, Play Store 就不可以了 因為它真的不是 Android 系統 我暫時遇到這些問題 我還未試過很多其他東西 如果是工作的話 我就不建議用 Primero OS 如果你是玩遊戲 主要用Steam 就可以試一下 但我還是覺得 如果你只是用這個OS 就可能浪費了很多 我個人覺得暫時還未成氣候 可能只是一個月多一點 應該慢慢再更新 會有更好的體驗 在這裏先分享給大家 或是大家有興趣 或是稍微一點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怎樣去Duel Boot 等等的東西 大家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 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不給一個Like 還沒按訂閱 按訂閱 再按按鈴鐺 我的新片就要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示範我咖啡 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Paywell 或是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 互聯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下面的Description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